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豆壳这个案子 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好 都不说话 我出方案的时候 都别给我提意见 我有 说 我觉得豆壳奶茶 和我们之前的客户都不一样 我们的设计啊 一定要跟得上他们的定位 要高级 有格调 怎么个有格调 华丽呀 给他们呈现一个 洛可可风格的设计 太华丽容易喧宾夺主 要我说 我们不如搞一个人海战术 就找一千个高中生 每个人手里拿一杯豆壳奶茶 坐在操场上 这样不太高级吧 和菜市场似的 你们觉得呢 谁是首席 不是你要我们提意见的吗 我让你提意见 让你提这么抽象的意见了 别别别别 你来收拾 林首席 林首席 都挺好的 创意嘛 不分对错 只是咱们最好能出一个 项目预算可以执行的方案 推行一下 你站这儿干吗呢 水主余项目做完了吗 林首席 我是想来学习学习 张老板一会儿就来了 别给我出岔子 赶紧 小和 你有什么想法说一说吧 创意这方面我没什么意见 我就是一拍照 是吧 就按照我说的方案做 就按照我说的方案做 散会 好娘啊 挺贴心的嘛 辣的 辣的 不愧是他 南哥 吃饭呢 这么香啊 南哥 难道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爱心便当 什么情况呀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什么乱七八糟 病好餐 南哥 我觉得你啊 有事情瞒着我 你说 这个到底是谁做的 还记得我对门吗 昨天帮她的个忙 就是那个租户啊 这不是只有在火箱聚集里面 才能出现的情节吗 我也想吃 你想什么呢 李总 吃饭了 头上怎么了 你别吃了 有事吗 我看你啊 状态挺好的 那个设计稿完成得不错吧 期待你们设计部的大作 我们设计部啊 一点都不着急 倒是你们市场部 抓着急啊 好 对了 给李总 加个菜 我设计部的同事 在网上找了一些东西 你们俩回头看一下 说不定有惊喜啊 走了 这还没怎么样呢 萧种什么呀 你说她算个什么东西啊 走吧 看看她葫芦里卖什么药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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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哥 那水主义设计怎么样了 没问题了 你知道这 这 这怎么差吗 好了 那这边 可以吗 嗯 有了 有了 准备好了 诚哥 我有点紧张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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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可以了 人来啦 怎么了 我不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就禁的 什么 丢了 对不起 对不起 麻烦你失去 怎么了这是 正常 怎么了 你去问问你们 新来的设计师 你那个设计师 设计的东西 Подrew 被丢了 我跟你说啊 以后咱们不合作 这是最后一次 别急 消消气 消消气 老张 记者 把钱给我退了 听不听见 你这广告我不做了 别呀 别 你这 这怎么了 你 什么东西啊 设计部现在实习生 就这样的视频吗 还敢给我们来看 这些事 为什么追我 我要抗击腿 挑起得也太明显了吧 对呀 爸爸爱德 难道我们南哥的 不败神话 要栽在爸爸爱德手里了 天宇 你去吃饭吧 哎呀 李首席你别来来回回转圈的我真迷糊了 张老板是咱们公司这个月唯一的客户 他要是走了 我看你拿什么发工资 这总会有办法的 李首席 你先别生气 我 我现在就去想办法解决 解决 你拿什么解决 你怎么解决 谁还不犯点小错误了 没事 你先去工作去 晓妍 发的是小错误吗 这么大个人了 工作优盘都能弄丢 万一里面要是有什么重要的商业资料 咱们整个公司都得完蛋 李首席 李首席 我真的特别对不起 我保证 我 我保证以后我再也不会发现 没有以后 咱们公司小 养不起闲人 反正我设计部是收不起你这样的人才 严重的 严重的 你小小气 你好不容易找个实习生 那哪是实习生啊 这不就是定时炸弹吗 我不像定时炸弹的 小气 他不走是吧 行 今天他不走 我走 我去训练他 你 你先想办办 诚哥 我这次是不是真的完了 嗯 走之前记得把欠网那顿饭请 到什么时候了 你就别开我玩笑了 看来我这次真的得丢工作了 你就一点都想不想 早上把优衡放哪儿了 我记得很清楚 我就放在包里的 那你来的路上都做什么 我想起来了 我早上蹭我邻居的车 有可能那个时候落在车上了 走 走 走 是吗 他那个设计 你看了吗 看了 什么小狮子 我看跟个野猫似的 就这种水平 在咱们设计部 只配打扫卫生 对不对 还想跟我们竞争 想什么呢 想 做梦的吧 走 走 走 怎么了 李子楠 李子楠 我有在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我 我好像把U盘落在你车上了 U盘 对对对 一个银色的 你现在有空吗 我去找你一趟 我 我现在有事 那个 等到晚上我给你吧 就耽误你五分钟 我求求你了 真的很着急 行 那我就等你半个小时 一会儿给你发地址 你过来找我吧 好 没问题 不是说好半个小时吗 不好意思 路上实在是有点多 走吧 我给你把整理合作专门 好风格 还需要 我说apa 我说第一个 我还要有点放分 你不是说话吗 你身体 我说什么 我说什么 我给大家 是什么 我售网 所以我说什么 那都是什么 我会给你 有什么 你U盘里面是什么呀 我熬夜做的方案 本来今天要给甲方的 可是到展示的时候 我才发现U盘没了 甲方一生气 就不想跟我们合作了 如果我今天拉不回甲方 就要被开除了 不亏啊 因为你的个人原因 给公司造成了损失 开除你确实不亏 如果我是你的话 绝对不会把资料 只放在一个U盘里面 而且不做任何备份 最重要的是 我绝对不会把它弄丢的 你说得对 是我的问题 我还有工作 先走了